老先生 我要问一下 你这银员这是在哪买的 我儿子在北京的自己买的 我也不知道 还跑到首通北京买的 我儿子在北京的 他在北京的随着会买的 哦 来 你其他的我都给你看看 我都给你看看 哎呀 这是PC 真假 我也弄不清楚 这盒子说实话 老先生 你看啊 首先你买一个币啊 你首先你得看 你比如说买盒子币 并不是说所有的盒子币 它都得是真的 你现在他也有针银甲那个针 甲盒甲币 什么甲盒甲币啊 像你这说实话 它就是一个 对 你首先你看一下他这个 咱说句实话 你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个图标 他做工太粗糙了呀 是不是 做工太粗糙了 你哪有 你说 那不管是咱们国内的也好 国外的也好 他最起码 人家不可能说 就这盒子 人家这上面的字 都感觉模模糊糊的 可能拍出来 咱们视频上看不出来 看不清 那如果咱们看实物 可能您 您 因为您年龄大了 但是像我们年轻人一看着 这都不对 我拿一个 我拿一个正好我这边也有个PC的盒子 你咱对比一下 是吧 你先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拿一下 那这 上一下吧 稍等上 我给大家看 来 对比一下 他那个对比这个 你看一下他俩同样是PC的盒子 你看一下 他就这就像简化版的一样 是不是 咱不看壁啊 现在不看壁 光看这个盒子 是不是有没有发现 他的颜色也不正 你这个上面钝呢 因为他是金钝 那个那个颜色 对不对 还有他这个字啊 你要一看戏看的话 他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这个更清楚一点 是不是 另外我我我再问一下 你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大青 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有一个是400多 400多 那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吗 百多 那我这边给您说一下 他这个银员 普及一下他的这个 大概的价格 因为现在这个PC的 他这个盒子比 溢价是比较高的 现在在比如说 表面没有伤 没有磕 没有发伤 壁面能看清楚 然后拿去这个PC 去评级入盒的话 他的出分率啊 只有十分之一 一旦出分 像这个是AO55的 咱们就不说这个PC的盒子 就咱们国内的 比如说公伯吧 他能达到AO55的品项的 一个大青悬山 这个还是个 深版龙 AO55的 那最起码的2万 以上 哦 这这些 一个 如果说是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PC啊 这个PC盒的能达到AO55的 这得6万以上 你等于说你说你400块钱 你花400块钱 去买价值6万以上的东西 对不对 你你你觉得可能吗 那也不可能 对 对了 你知道这个是这个是您400多块钱买的 这下面这几个呢 我又一个 其他的呢 是我买的 是你儿子买的 嗯 那你我说实话 我看着这都是 都是从一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把这个 这个的盖住 还有这个 这个龙凤一脚的 这个是样笔 样笔 样笔 很少 这说句实话 这对的话 他得是百万以上 嗯 另外再说一下 样笔 既然是样笔 他就没有流通 那哪来的流通痕迹啊 你看这上面还有包姜 还有划伤 轻微的划伤 那就是流通痕迹 那不可能有流通痕迹啊 所以说这个也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 就这个 他的这个盒子的做工也不对 这就咱就不用上官网上去对比 不用上官网去对 你知道吧 就不用对 你光看盒子 光看壁的这个状态 那肯定是假的 这几个月都不信 你说的 反正是 你要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 我 你看 应该都 这个也不对啊 这个甘肃的 这大头王 这个甘肃的大头王 这个甘肃的大头王 XF45的 像这个啊 我估计啊 如果是对的 这个应该在百万左右 你就咱们国内的平地公司 公伯的 现在如果是就这个状态 就这个状态 我估计也得四五十 你说像这里 另外没一个对的 嗯 这个盒子 你看 你看 做工 刚才我不是让你对比了吗 嗯 你你能不能分辨出来 一个简 我把 我把他从这拿出来 人家的好业放在带着金光似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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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个 他 他是 他是咋回事 咋弄的 你看看 这个颜色发黄 这个发 不是发黄 这是模糊 然后这个标 标的也不对啊 能看出来吗 再看咱们这个 这就一眼睛啊 再看这个 再看咱这个壁面 因为这个大头王 那个甘肃加制的 很少 很少 然后呢 他那个一般 他这个打的这个甘肃俩 这啊 一般都是弱的 这说实话 这都是 这都嗷嗷的的 嗯 明白吧 嗯 这这不对 这不对 嗯 以后啊 呃 我建议您 您如果喜欢这个的话 您可以多学习 尽量少买 像这些东西 刚才你看这个不是砸开了吗 嗯 这个不是砸开了吗 我刚才我说了 从他这个分量上感觉 是银的 是银的 真银假银 我没撑 说实话 因为我是老 我本身啊 我是搞银的 搞银 金银首饰的 这个东西 他拿在手上 我觉得他就是银的 嗯 我能看出来 能明白吧 这个专业性 您不用怀疑 我估计他也那是26克多 我觉得 看到没 真银吗 真银 哦 真银假银 真银假银 哎 真银假银 这东西不对 真不对 哎 你这这太可惜了 来 这这这 你还 不要装了 不要装了 没事 你还收起了 我没有装 你看哪个行哪个不行 我没看到行的 没看到行的 来 您还都收起来 这都是您的东西 这个是刚才我拿来对比的 是吧 等于我 你把这个全部都敲了 全部敲了 看着是跟这个一样 那行啊 那我现在你敲一旦得了 行吧 好 我把这里先放一旦 敲了 如果要是真银的话 把这个银跟银上 听不懂 你别给我 你这给我咋弄啊 我这银 你不是当银用吗 卖银用 我先拿着这个敲开的 当银卖的用 哎 来 先敲 来 大爷 您看 您看 因为这个您的东西 是吧 没事 你先看 你这是从哪过来的 在火彩蛋那边 不是 您是哪个地方的 我就是本市 就差点离这远 离这远 我听着您口音 不像我们说 全部敲了 全部敲了 我给你那装了 这个也是赢了吗 赢的 它含音量可能不会太高 你看听着声音 声音特别 特别飘 说明那含音量低啊 含音量低的重量一样 这盒子都砸开了 我刚才看了 这上面是PC 说是AO58分 咱说句实话 就这个品项 就咱们国内共识 国内的评级共识 它也给不了AO58呀 对不对 就这品项 这连银子都不是 这连银子都不是 这个 这个也不是赢的 这一看能看出来 这个等一会用我烧一下看看 这个 用我烧一下 用我烧一下吧 我记得 哎呀 这个看着也不像赢的 我觉得你这是在一个地方买回来的 一个地方买回来的 你看这个大头牵制的 大头牵制的 这可不是普通大头 刚才都说了 这不是普通的大头 这带牵制的 每年的春派秋派 这很难见到的东西 你说你几百块钱 肯定也买不着 这个是飞龙 这个是甘树夹制 大头王 你看 也就这个普通一点 这个算 这几个算普通一点的 我跟你说 哪几个是普通一点的 这算普通一点的 这几个这都是高档 特别高档的 以后别买吧 大爷 你喜欢这个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 现在B圈 因为像那个银元 这几年涨价 涨得特别高 有一个说法叫啥 就是看到 既拥有 您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看到好的东西 看看图片也好 或者看看实物也好 看看就得了 没必要 所以得买过来 是不是 是吧 哎 别买了 因为这这说句话 因为你年龄大 是吧 啊 我下边用火烧 我用火烧一下吧 好吧 我随便挑两个 我挑两个 我挑两个看着可以的 我用火烧一下 你会不会上到了 那是 那行 行行行 好